政府落实全面封锁行动管制令至今已经迈入第三天 过去的两天内获准营运的17个关键领域中 就有不少单位因为迟迟不获冒工部发出的批准性而陷入混乱 这项举措在有更动 武器安曼内部安全和公共事序部行动组主任斯里姑玛 昨天录制视频宣布 警方已经接获国家安全理事会的指示 民众在路障前出示茂工部或是其他有关部门发出的批准性都将获得放行 另外今天有行业陆续收到茂工部发出的批准性了 相信茂工部的网站已经恢复 而这项举措会不会再有更动呢 就请各位观众朋友继续留守东方日报面子书以跟进最新的消息 针对关键领域行业申请营运的举措 悠转再悠转引发民众混淆 国防部高级部长伊斯曼·沙比里回应 批准各行业营运的事宜已经全权交由茂工部负责 因此如果民众有任何的问题都应该找茂工部询问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来看看茂工部在这几天到底批准了多少家公司营运 茂工部高级部长阿兹敏说 在冠病智能管理系统登记的公司共有五十八万六千三百零八家 其中有大约五分之一 也就是十二万八千一百五十家公司获准营运 他补充在该系统下有一千零二十万名注册员工 获得批准上班的有157万名员工